手搖飲料店把製作好的飲料 放在桌上 外送員叫號取貨送到客戶手中 但事後顧客卻投訴 飲料的數量不對 承擔免錢 通常他好像胸帽不會查 真的會直接退款給他 就是利用這個特徵 又不像民眾在收到餐點飲料之後 立刻跟平台投訴 說餐點或是飲料的數量不對 這時客服通常會選擇相信 進行補償或退款 藉此來吃霸王餐 但事後平台向店家求證 發現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無辜的店家只能出示影片 來自清並報警處理 而受害的店家還不止一家 真的是貪小便 因為現在可能景氣不好 拍你當搞硝狼 所以這種狀況的話 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為了避免吃霸王餐詐騙 有的業者選擇在出貨時 拍照片證明多做一個步驟 否則整單成本都要自己吸收 就台中綜合報導